在西藏林芝 人们是如何将牛奶提炼做馅儿 制成包子的 好嫩啊 好想尝一口 制作藏式牛肉盖饭 要用到何种蜜料 它的颜色很浓 对对对 当地人在过林卡时 都会享用什么样的特色美食 我们要做个甜点 一起走进西藏林芝 寻味那些充满民族风情的传统美食 青藏高原 神秘而又古老的土地 不仅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 也造就了深邃幽远的文化与信仰 在这里阳光慷慨地 撒在每一寸土地上 赋予了食物以独特的生命力 进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高原儿女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风景如画的高原牧场 看普通的牛奶在牧民的巧手烹制下 都能被做成什么样的特色美味 在当地青年歌手的带领下 一起逛吃林芝当地的菜市场 揭开藏式盖饭的神秘面纱 和藏族家庭一起过林卡 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一起走进西藏林芝 赏美景品美食 感受这里的独特魅力 家住林芝巴松措旁的多杰 正在努力练习自己的英语口语 多杰大哥你好 欢迎欢迎 终于见到我的向导了 来你往里面坐 好 作为当地的一名向导 他深知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哎呀他笑了 欢迎我来啊对吧 你叫什么名字呀 西四王 吉祥的意思 想见到我老婆那种的话 你直接叫阿家 阿家 阿家是姐姐的意思吗 对对对 哥哥的话阿达 阿达 而更引人注目的 则是桌子上琳琅满目的藏式美食 好压牙齿 慢慢地嚼 好特别的口感哦 我发现了 这边你看好多小零食啊 包括喝的这个酥油茶 牛肉干之类的 其实都跟牦牛的关系特别大 做主食也好 做零食也好 离不开牦牛 广袤无垠的高原牧场中 牧民与牦牛相依相伴 挤奶的时候给牛味的是纯脏巴 让它们尝个甜度嘛 家常的 对 他们是如何将对牦牛制品的中爱 融入家常滋味的呢 这就是我们新鲜的牦牛奶 那是特别浓稠的那种 对对对 那你们会直接挤出来的牦牛奶 就烧热了这样喝吗 它基本上都是 可逆来的那种感觉 相较于普通牛奶 牦牛奶中含量较高的脂肪 赋予了它更为饱满顺滑的质感 为了长期存储 从中摄取更多的能量 一些风味独特的美食 由此诞生 我们的话基本上都是 先把这个 我们就打到那个木桶搅拌 第一个就是提取酥油 酥油堪称藏式美食的灵魂 那么它是怎样被提炼出来的呢 这个你看嘛 赞誉名字叫冬 这个好记得冬 牛奶叫我妈 就是鲜牛奶叫我妈 对对对 那酥油叫什么呢 酥油叫麻 酥油叫麻 鲜牛奶倒入特制木桶 这个叫甲露 甲露底下是个圆盘 还有四个就是透气孔 对不对 就这样子 不停地搅拌嘛 不停地搅拌嘛 通过搅拌 使奶油分离的过程 被称为打酥油 其实还挺轻松的 打的就 挺解压的 挺解压 但这样子搅的话 那就是肯定是 我们要搅一天都是肯定没有感应的 基本上都是你看 声音都是要有这种的声音 没有劲儿 就这样子 搅个三四百下 然后再休息一段时间 到时候捞出来的时候 酥油更纯 而关于如何打酥油 代代相传的手艺 有一套特殊的教授方式 也有一个相当于歌曲的那种数数的法子 数的数 三百下四百下全部都在这个里面了 大家都知道了 走个数法 像这样子 劲儿不够打不出酥油 劲儿过大 费力不讨好 快提 慢压 巧发力 带刀打出绵密小泡 厚厚的酥油浮现 接下来 该如何给酥油塑形呢 手要弄冷一下 这是冷水 因为酥油就怕热 然后再用手这么擀 这样往前拨 对 擀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这样子的 一捧 对 一捧 然后再清净地 这些都是不能用力的 成形这样子的时候 你就放到冷水里面先 好 轻柔收集酥油 冷水固形 带到所有酥油 从奶中捞出 再将其捏合 就是随时吃随时取 就掰一小块下来就可以了 对吧 烹饰藏式美食的重要原料 巧妙诞生 色金黄 味香浓 不过此时 仅回转目光 牦牛奶中的油脂 被分离而出 盆中剩下的物质 其脱脂奶 牦牛牛奶的第二个精华 就是奶渣 文火加热牛奶 使其持续沸腾 这个也是牛奶里面提出出来的 这一盆是吗 等一下我们把奶渣取了 我们这个要变成这个颜色的 现在夹的地表 你看慢慢就成块了 这些地方 你看是吧 那我怎么样能看到 其实这奶渣已经完全凝结成了 用瓢摸一下 它基本上都是硬的 这边的全部都是 这个已经 变轻了 这个变成这个了吧 必须要挤出去 奶渣是由脱脂牛奶 经过酸化凝固而成 分离而出的淡黄色乳情 作为下一次提炼奶渣的酸化剂 被再次利用 就此完成了 牦牛奶的三次神奇蜕变 好嫩啊 好想尝一口 慢慢来 它还是糖 怎么样 它是微酸微甜 对 微酸微甜 奶香味足足的一个 质地松软柔嫩的奶渣 才是多结 用来征服味蕾的杀手剪 做那个奶渣包子 也是很好吃的一个美味 还有一个必非的一个 萝卜炖牛肉 基本上做包子 在西藏各地区的话 桌子上面不少那个菜 清甜的萝卜搭配纯香的牦牛肉 率先入锅熟制 为迎接奶渣包子 做最隆重的准备 酥油浓郁 奶渣清爽 两者在锅中再次相遇 醇厚的乳汁香 和清新的酸甜 达到微妙的平衡 怎么包子跟饺子似的呢 这种包子的话 从头到尾吃的话一模一样 原始的藏式包子是这样做的 其实你做向导这件事情 也算是还蛮新的在这边 但当开始的话 这个向导做的真的有点丢人了 怎么呢 这个普通话也是 好不容易我们自己练出来的 所以说就害怕遇到 在那个加强话的话 我们不太懂他们所说的那些语言 那就是不好回答 然后觉得回来回到家里面想 今天他说的那个虽然是我不回答 他没说什么 但我觉得他心里肯定不满意 那种心里就有纠结了 我感觉你做这些事情 都特别有热情 就好像把每件事情 都想做特别好 细节也是 主要是自己会做的那个的话 做到最精品 但不会做的那个的话 我就是努力地慢慢地学 藏式包子 一般以青棵面和小麦面 混合做皮 面皮对折封口 捏至花边 上笼蒸至片刻 美妙的香气扑鼻而来 感谢你的招待 欧牙秀 客气了 客气了 在这片广阔而深邃的土地上 精巧的生活智慧和手艺 代代相传 诉说着人们 对自然最质朴的爱意 藏地江南林芝 城市与雪山为林 这样的宁静与壮丽 给了青年歌手 人情旺渣 以无限创作灵感 在由他主理的简餐店中 他用一方舞台倾诉着 对音乐的热爱 二一杯纯香的青柯咖啡 则是人情旺渣 对家乡风物的 另一种演绎 青柯也是可以吃的对吧 对 已经超好的这是 又可以吃又可以喝 当香气沟动味蕾 热心的人青 才肯亮出他店内的招牌美食 就是那个香芝 香芝 对 咱们西藏一个 很特色的一个手吃 要说特色 有一个地方再寻常不过 却能给每一个异乡人 带来全新的滋味体验 花样特别地多 一个摊上可能就好几十种 随便吃 随便吃 市区里的农贸市场 集齐了林芝当地各自物产 说不定哪个摊位上 就会让人眼前一亮 这些小碗里面都是什么 调味调的酸奶辣椒 酸奶辣椒 这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 香菜和辣椒都碎 然后放了酸奶 酸奶浓郁 特制辣椒碎刺激 这时候再放点盐 现在再往里面加盐 一种暂时没有汉译名称的小吃 用咸甜辣香的风味碰撞 直击人心 葬萝卜的那个萝卜叶子 这样对吗 对 我试一下 好特别 咸辣带着奶香味的沙拉酱 对 差不多沙拉酱 好开胃这个 好刺激的味道 这里的特色食材和滋味搭配 让人惊喜连连 这是本地的土豆 对 安陈蛋大小 人情旺渣所说的香寨 又会是以哪些食材为原料的呢 天哪 这是这儿的毛牛肉摊是吧 对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这儿的肉都怎么卖的 这儿的肉都怎么卖的 好重啊 一整根的大腿就摆在你的面前 而且为什么上面还留了一点这个 这个毛牛的毛 它意思是代表就是这个肉是毛牛肉 它这个毛牛肉的它这个颜色就是鲜红 对 鲜红的 对 那我们要做你说的那个香寨 对 要用哪一块的毛牛肉呢 它那个排骨 对 肥瘦吧 肥瘦相间的 对 是最好的食材 那排这块的肥瘦相间的 牦牛因特殊的生长环境 脂肪含量偏低 任青却特别选用了夹杂适量脂肪的肋排肉 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滋味呢 任青哥 像你店里还有没有像这种清科咖啡 这种藏族特色又比较创新的一些好吃的 像咱们的清科炒牛肉丁 这类似有点像炒饭 对 在藏族饮食文化中 与米饭相关的料理相对较少 古物中清科堪称主食之首 它的清爽气味和品质优越的牦牛肉 是人情最钟情的食材 将生青科入锅炒制 以细沙为介质 均匀倒热 已经有开始爆了的 你看 对对对 它就一下子啪开花了 对 爆开里面就是白花花的颜色 对不对 清科成熟后会如爆米花般炸开 再以酥油润锅 与牦牛肉同炒 一份清科炒牦牛肉丁 风味十足 那么香寨 究竟是何滋味呢 我感觉这个搭配起来还挺好吃的 你看土豆炖牛肉 番茄牛腩 其实都是很经典的搭配 对 炖在一块的一道菜 香寨就是我们藏式的盖饭 牛排给它切断 好 瘦肉色泽深红 纤维紧密 这么大一块 对 吃起来肯定是过瘾吧 肥肉为增添多汁的口感 做好准备 这边焯水都是这样的风格 不加葱姜料酒之类 对 直接就到清水然后来焯水 哦 好 土豆改刀与肉块大小均等 西红柿切丁 辅料切配利落 但任青对焯完牛肉的汤水 却格外仔细 哦 这个汤要用吗 对 要用 现在是焯好水的 这个相当于就是牛肉汤吧 毛牛肉汤 对 哦 而且上面还有一些牛油 对 现在就开始用咱们土豆里面烫一下 对 纯正的毛牛肉汤 为土豆码入一层底味 接下来香寨的风味塑造 这才正式开始 先放那个酥油吧 好 其实酥油跟黄油会有一点像 但黄油的奶香味远不足酥油 这么浓 酥油化开后下入番茄丁 用小火使番茄软化出汁 散发出浓厚温润的香气 而任青旺扎说 香寨的滋味实则鲜欲热烈 下一步咱们就炒咱们的姜黄 对姜黄粉 哦 你看它的颜色很浓 对对对 像这边用姜黄粉很多吗 咖喱土豆 哦 我说怎么这么熟悉呢 对 其实提到咖喱这种 大家想到可能就印度 咖喱手抓饭那种 对因为你印度呀 或者尼泊尔肯定相连的原因 饮食呀各方面有类似有点相同 哦 对 姜黄粉颜色浓黄味道辛辣冲鼻 常常用于制作咖喱 它的加入赋予香寨味觉升华 现在我就往里倒了 你不用加其他的水什么的吗 对 香寨以姜黄粉入味调色 和酥油的奶香融合 呈现出新香浓郁的咖喱风味 林芝特有的野花椒 为香味添上层次 牦牛肉下锅的时机到来 毛牛肉其实是比较有嚼头的 这个煮的时间需不需要长一点 在二十到三十分钟的样子 把它煮熟 盖锅中色泽鲜芋肉块酥软 下入煮熟的土豆 为口感增色收汁 将质地绵润香气富裕的汤汁 浇于米饭之上 磕磕饱满的米粒 吸饱汤汁 香寨完成了全部的风味塑造 第一口干杯 干一下 还有仪式干 怎么样 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咖喱饭的味道 只不过我觉得味道会更浓一点 第一个不是放了酥油炒的吗 第二就是用野花椒 所以咖喱饭的味道 肯定就跟平常的不一样 对 很浓郁 真的很好吃 在寻找远方的路上 音乐和美食是沿途的诗 人情旺渣用它自己的方式 欢迎着每一个渴望探索未知 体验不同文化的旅者 林芝是世界陆地垂直地貌 路查最大的地带 群山环抱中 这片生机勃勃的世界 为风味带来了无尽的可能性 我现在跟着导航来到了林芝市巴夷区的一个牧场 我来到这儿呢 是专门来找新的牛的品种 而且还约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藏族姑娘 在高原大自然的情绪捉摸不定 牧场上毛发乌黑的雪牛却习以为常 同样迎着风雪而来的还有一个年轻的身影 白真姐 下雪了 好冷啊 我来的时候天气还很好 对 然后路上开始下雪 藏族姑娘白真 任职于林芝市巴夷区农业农村局 工作时间八年有余 时常穿梭于农户和牧场间的她 是牲畜们的健康守护者 我感觉这个牛好像跟牧牛又不太一样 对 它主要就是用我们本地的偏牛和那个安格斯的洞精 来进行那个人工受精 然后培育出来雅山雪牛 它又带有牦牛和黄牛的精英在高原 这个环境不是气候多变的吗 它也不怎么受影响 相较于普通牦牛 杂交后的雅江雪牛 具有饲养周期短 肉料转化比高 肉品质好的特点 深受当地人喜爱 这个带的是那种装饰 在白真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她的家中 我把我的船家佛带给你 这个叫邦点 邦点 邦点意为围裙 丰富多彩的装饰是母亲教授孩子热爱生活的方式 白真的母亲 尼玛卓玛 同许多藏族女人一样 用坚韧与慈爱支撑着家庭的半边天 这就是客厅啊 对 还真跟你说的也好多小动物 大象都是我妈妈制止的 在众多对生命表达感激的方式中 有一种特殊的活动 一定要在风和日暖的日子里进行 我们要参加一个藏族本地的特色活动 叫做过灵卡 灵卡 藏语意为园林 人们扶老邪幼 举家出游 在醉人的美景中聚会娱乐 享受丰盛的食物 称为过灵卡 出游前 卓马阿姨会准备一席 怎样的藏式露营美食呢 我们要做个甜点 比较特别一点的甜心 芭芝麻菇 芭芝麻菇 先做成这样长条形呢 就像你们说的那种 就是猫耳朵嘛 对不对 对 芭芝麻就是面做的 面疙瘩 卓马所说的甜点 形似贝壳 是一种酸甜可口的素食小吃 将面疙瘩入废水断生后 独特的调味 让它别具一格 芭芝麻就是酥油的意思嘛 先化酥油 化完酥油再把面疙放进去 酥油是从萌牛奶中提炼而出 冷却厚的脂肪 有飘逸的甜香和乳酪香韵 在热锅中搅拌至酥油化开 倒入煮好的面疙瘩 尽情吸收酥油的香气 最后在锅中撒入奶渣和砂糖 翻炒均匀 甘醇的奶香和酸甜滋味 正是大开味蕾 我们这是天气冷嘛 然后就是需要高热量 然后这些牛肉啊 素油之类就高热量 就可以补充能量 哎呀 张雪牛 这个做个康巴汉子 改一下刀划开就行了 康巴汉子是对康巴藏区男子 高大威武形象的生动描绘 在这里还有一款特色美食 同样以豪迈的气质 获得了这个称调 叫腌牛排吗 对 卓马阿姨以亚江雪牛的牛排为食材 会烹出怎样令人叫绝的滋味呢 它都是有非常漂亮的雪花纹理的 对 这种很嫩 桂皮 八角等十几种调料 马入底味 葱 姜 辣椒等去腥 本地特色葬茴香 提味增香 倒入盐水 一盆特色腌料 风味十足 牛排浸泡三个小时 充分入味后捞出 放入锅中炖煮 唯一的调味就是盐罢了 而且浮沫也很少 此时的肉汤香而不腻 若是加入铜锅中 作为牛肉火锅的汤底 涮菜而食 也是一场酣畅的舌尖享受 亚江雪牛 这样吃起来应该是肉汁很多 很嫩滑的口感 为了让肉嫩多汁的牛排 在过林卡时 始终美味适口 卓马阿姨要对口感 进行升级 地温炸 炸了以后 里面嫩一点 外面脆一点那种 炸出来就会嫩香一点 姜油烧至滚热 牛排入锅 反复浇连 热油如瀑布般 快速冲击表面 油外几里 对食物进一步加热 外皮浇脆 内里深所鲜美 这个康巴汉算是一道大财了 我平常都干得比较 做得比较少 接触的 用点蛮力 牛啊什么的 打交道的多一点 每个家长都愿意 自己的小孩进步 是吧 不要说很伟大嘛 但是最起码帮得上别人 把人做好再学做事吧 我都希望它们都是善良的 母亲的关切 如细腻温润的酥油 散发着醇厚的香甜 当酥油的醇香 与一共辣椒的爽辣香郁 再撒入一把三八粉 葬式三八辣子 口感脆嫩香辣 天上风干牛肉 有果子 牦牛酸奶 高原风味十足的美食 开启了一场 别开生命的园林聚会 先一人倒上一杯青柯酒 对吧 敬的话有什么讲究 在这边 无音质点一下 点一下 先敬天 再敬众生 再敬地 再自己喝 再敬自己 敬自己 好吃不 好吃吗 好吃 而且它真的跟 牦牛肉的味道不太一样 它会吃起来肉汁多一点 有奶香味 对 对 肉很嫩 天哪 马可要炸了 一点 过灵卡 不仅仅是一次色香味俱全的味觉盛宴 更是藏族人的一种生活哲学 在这片高原原林中 人与生灵为伴 质术 质朴而纯粹的笑容 是对自然与生命最直接的赞美 高原美食就像高原的生活一样 简单朴素 但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 他们在日常的点滴中 滋养着高原人民的身体 也滋养着他们的心灵 让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的人们 即使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 也能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 勇敢地迎接每一天的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